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由陈维冠监制、郑城武编审的新42章 主要演员由陈豪、龚家欣、郑芷成、江家敏、周家乐、 黄杰盈、谭凯琪、唐梅、林景晴、易宇航等 今个星期,看大家的反应以及港媒出售之狠劲 相信收视都不会差了 最开心的是新42章和超能试者一样 是可以玩猜猜我试谁的 非天爷爷以前有看过梁朝偉1984年的六顶记 甚至可能目睹过梁朝偉拍六顶记 这些后话啦 但肯定是没有整套看完 因为小时候家里不是经常开电视 所以对于六顶记是一知半解 新42章致敬梁朝偉版的六顶记 单单片尾播出旧版主题曲 始终会走运 回忆回来 看了一个星期,可以讲一下 故事关于陈豪发现世界将爆发疫情 解约在42章经里 之后就会引发更大的阴谋 当中最好玩的是现代和古代联线 引发出来的人物关系和技能 人死后,记忆和技能就会储存到某个空间 当接通到这个空间 你就会得到古人的记忆和技能 就是这样,新42章一中的主角 都和陆顶记里的人物隔空接通 就好像得到超能力 或者武功一样,那么厉害 飞天爷爷很喜欢龚佳欣饰演的朱盈嬌 他接通到的是奥拜 所以删满了胡桑 以为只有一两幕 原来删鬚是一直删下去的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这个星期已经搞出一连串的笑话 除了造型好玩 朱盈嬌的个性也挺有趣 龚佳欣做起来也挺活潑的 大一点傻气 明明是奥拜奸得出汁 但现实中的朱盈嬌又正能量到爆炸 龚佳欣以一敌众的场面也充满漫画感 最好笑是第一天开学 陈豪叫大家分享做过什么坏事 龚佳欣说刚刚扭断了人家的手指 吓得陈豪打了个凸 同学仔史泳桥饰演的夏竹基 误以为他是男扮女 最后在课堂上拍桌这一幕也挺过瘾的 龚佳欣没有血缘的三兄妹设计也不错 逆语航饰演不懂英文的外国人朱若望 原来是劏若望转世的 有一集他以为自己找个失散的妈妈 齐齐穿古装 假如假发换上金发效果可能会更好 林景晴飾演的大佬朱古力 无名率交手转世 播出陆顶记画面时 红圈圈出后排的临时演员 我觉得挺好笑的 如果尋人记可以找这位演员做个访问 大家想不想看呢? 昨晚终于等到郑芷成饰演的笑一算开麦 可惜只是短短一幕 周五这一集终于长一点 也解开了陈豪把线上写满的字 原来是骂人的 暂时未知郑芷成和鹿顶的人物有什么关系 也未知左手戴着手套 日后还有没有其他功能 现在和江家敏的对手戏都挺好看 对钱财相当紧张的小人物 可能飞天爷爷都挺喜欢看短头发的女生 我不觉得江家敏的造型有什么问题 挺适合角色设定 江家敏是韦小宝的转世 这类动作大反应快的角色也挺适合她 江家敏身边有一班和他炒股票的老朋友 原以为只是普通行角 原来炒股十二成元 各有不同的绝技和背景 个个都有人物设定 令群气有趣很多 就好像莫伟文的的士司机肥叔 极速开车杯奶茶一滴都不舍 最好笑的是 欧海宁的红衣原来是文雀 以为很厉害 在演唱会的会场外偷门票 转头就被抓了 当中 郑家敏的刀叔原来是武林高手 不过要等到后期才会展身手 冯素波原来是江湖大家姐 还帮江家敏解决了个大难题 今次一众配角、绿叶果然够精彩 还有李曼芬杀气腾腾的天姐 经常被打的一元租 饰演的赵永超充满黑色幽默 打到口腫面腫在房间拉出来 又打一枪 然后又拉回房间 拖到整地都是血 每次都大叫又打一脚 挺过瘾的 可惜今集交代他已经死了 大家等了又等 第三集终于见到周家乐出场 真手了得造型很酷 日间和夜间盛情会大变 有点得人害怕 江家敏是韦小宝转世 对他一见忠诚 难道韦小宝其中一个老婆转世? 周家乐会一直黑口黑面 还是会玩黑色幽默呢? 至于主角陈豪 原来他是六顶纪里的皇帝 所以韦小宝转世的江家敏 对他一见忠诚 亦因为皇帝的身份 陈豪很怕傲拜 见到龚佳欣会被之质 但又会利用他力大无穷 对付黑帮、缩笔 甚至经常占便宜 买猪肉 见到排长龙 就扮东西 龚佳欣是否留给他 结果被排队的人罵他 打尖就打尖 还有干杯的手势 就很快已经成为这个角色的记号了 净吞泡的他 上堂就黑眼睡 提早下堂就坐三望四 星期五这集终于有答案 为什么整天睡不着呢? 是因为失忆所以失眠 当日和朋友上山尋堡 最终只有他一个回来 当中发生什么事呢? 同行的失踪那位 相信就是龚佳欣的亲生哥哥 暂时未见到非天爷爷很喜欢的堂妹 今次好像挺有霸气的 还有就是旷杰盈 挺期待的 刚提到饰演龚佳欣同学的小泳桥 原来来头都不小 2020年裁员 报名参加冲上云霄大选 有看开心速递的应该对他就不会陌生 经验上浅 演技有待磨练 但学历一点都不简单 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 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 完成了中国研究系学士的课程 热爱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 暂时写古文和弹古琴 问你死了吗? 剧组更邀请他担任剧集的中文顾问 真是厉害 真正有料的人往往都非常谦虚 自称只是与剧组交流 分享以前在课堂上的东西 例如教授平日上堂的时候会说些什么 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口头禅之类 今天看了一段花水 飾演周家乐妈妈的马海伦 为了搭配角色的要求 要懂弹琴 学了七堂 还预约10小时练习 这些就是专业 就好像当日黎耀祥 为了飾演杀手里的角色 一直保持自己身段 谁说TVB不专业? 之前提及新42章在曾嘴灵灰安治所取景 TVB也出post自抽 有兴趣的可以浏览东章Plus 另外这几天不时都见到曾嘴取景的场合 比预期的多 都是在纪念花园未正式使用那边拍 今天看网民的留言对答 真是非常到位精彩 HackTVB的话 TVB观众是相当保守的 是会很介意用灵灰安治所办大学 但另一个网民反驳 最介意的其实不是TVB观众 是那些很介意TVB有收视的人 这个回应简直是100分 最后再补充一点点 TVB安排新42章在1月底播出 港媒就说是炮灰档 甚至是涉旗 但隔壁台同一个档期 都是这一排播出的 就叫做新春档 哇,好棒 好棒 乾杯 喂喂喂喂,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 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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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 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